民眾黨開機加費 自控中油 重建的第三天然氣接收施 這說法保隱的基礎沒有合格 如果這個衆生的報告也做過 民眾黨的立委 向有中油的保障 全補多少合格的材料才可以檢修 如果沒有在作成感恩的方向 在頭方觀音樂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施 對我們的未來電流連貫的分配 要每天天然氣 減慮透透是重要的工廳 按照每年三月底切齊運轉後 會儲保共用提供器 不過說去民眾黨團開機加費 折說生保障使用的保障材料不合格 它沒有達到保障這個係數 它會產生什麼 增加這個管線的內縫 跟管線的這個爆炸的風險 該保障的器材不夠保障 還假照了檢驗報告 它用了國際上禁止的CFC 入圍中下的基礎 中油在今年二月頭一次的條件 發生材料不符合合約的要求 八月份生保障 還有一次送六塊PIR保障的材料去檢驗 要是有三件不合格 九月份中油既轉生保障 還有一次的申請 能等改善的時間 要求生保障 就要在11月30日前 不合格的項目就要改善完成 有立委煩惱說 第三天然氣息收斬 有就要關在明年三月底 才有標準完工 跟不合格包公算的材料 採取哪容納換時間的方式 煩惱會有鋼案的方向 成立專案小組去把它調查清楚 不能只有敢公 沒有公安 一直到整個陣前 中油還在寫新聞 還沒對我作出回應 立委博佑 中油要在行保障公算 全部都有合格後 才可以照合約來檢驗 看不然港安沒問題 記者中華報道